伯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涌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到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凌晨 考到FM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法律制度 就是连座或者称为原座 而一般人熟知的跟连座或者原座有关的 就是诸灭九族 在进入历史之前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现实 3月28日晚上 四川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 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 说近日多家外媒炒作 媒体人长平 原籍四川省西冲县 县居德国 这位媒体人长平呢 他的父亲张某某和两名弟弟 被公安居官拘留 然后呢 被多家海外的媒体炒作 公安部门核查呢 说在2016年3月26日下午 张某某一家十余人 在西冲县的一个地方烧香祭祖 擅自使用明火呢 引发的山林火灾 经消防官兵分离铺救 才将山火扑灭 目前呢 西冲县公安局对张某某 及其两个儿子 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 不过呢 在两天后 现居德国的媒体人长平发表声明 你说自由没有交易 他说在3月30号已经确认 他的家人离开了派出所 但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并未自由 而是区报候审 维持交纳的数万元保证金 他并且称 在当局控制一切志愿的情况下 长平对所谓技术失火案无力调查 因此呢 对以此为名的区报候审也不予置凭 在声明的最后 长平说 他希望他的抗争能够引发人们 对于批评权力怪兽的独立思想者 尤其是被闹上 异议人士标签的自由捍卫者 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威胁 以及他们共同面临的亲情伦理困境 予以更多的关注 双方的说法呢 有相同之处 也有完全抵触之处 至于真相如何呢 可能只有有听众朋友们自由心正的 这个案子呢 也引发了对是否有朱连之嫌的讨论 但其实呢 在中国的漫长的皇权时代 朱连一词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法律术语 朱九族是法律术语 在唐译后出现在法律文书里 但朱连两个字 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面的法律术语 那么他们使用的法律术语是什么呢 是连作或者原作 我们后面呢 会进一步分析连作和原作之间的细微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种朱连产生的历史渊源吧 为什么会朱连家人呢 如果是一个人犯罪 经常我们会听说要朱九族 或者宜三族 就朱灭三族 或者甚至朱灭九族 为什么会有朱连这个制度呢 它的根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法制度 从上古三代的时候呢 中国就渐渐出现了家庭下的政治格局 像家族的概念 逐渐取代了氏族部主成为社会基本的单位 而国家的组织和运作呢 是以家族管理模式为难本的 国只是家的扩大和重新整合 这种世卫的集中表现就是中法制度 这种所谓中法制度呢 就是以中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 在与国家制度相结合 以维护皇权的实习统治 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去回溯 我往期讲过上下的中国人的家与国家 也有一些详细的叙述与分析 我们说回来 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中法制度的原则呢 是亲亲尊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个人在家庭生活中 他要爱护亲人尊敬长辈 而且呢要服从家长的绝对权威 而如果在国家生活中呢 他就要爱君主 要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 从而呢实现家国合一 理法合一 中国的历导王朝呢 漠不以家族作为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 而诸连或者说连作这种制度呢 就起源于家族本位 下面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讲讲连作和原作 连作这个词朋友们可能都很熟悉 原作呢可能就更加专业 一般人可能不太明白 原作就是血缘的源 一般认为呢连作包括了原作 但是连作的范围更大 比如说一般认为以情代 情代是比较完善的连作制度的开始 以情侣的诸连对象来看 连作的范围呢是远大于原作的 连作制度主要有家属连作 邻居连作和职务连作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罪犯的家属 可能被连代法律惩罚 这罪犯的邻居也可能被连代惩罚 这个罪犯的同事 上级或者下级 也可能被连代惩罚 这是连作 而原作呢特指的是家属连作 一般认为连作更广义 原作更狭义 当然呢也有学者认为 连作和原作应该截然分开 它不是包含关系 比如说台湾学者戴言辉 在他的著作《中国法治史》中 就对原作和连作作过严格的区分 他说连作指正犯的 就罪犯的同职或无保负连代责任 同职就同事 无保就是他的保夹之中 相当于他的邻居 或对乡里负管理和维护秩序责任的人 连作是指罪犯的同职 同事或者他的所居住地的无保 要负连代责任 而原作呢是特指罪犯的亲属或家族 也遭受刑罚 这是原作和连作的区别 连作的起源呢 通常学见认为 在上古三代就有苗头了 就有连作的雏形了 看来中国的株连传统 可谓是历史悠久啊 我们五千年文化 灿烂文明 株连也很早就有了 在上书的态势中 就有四个字 引人注目 叫罪人已足 就是说如果你犯了罪 那么你的整个家族 都要连代受责任 罪人已足 这是我们所见 最早关于连作的文献记载 而在上书的汤事中呢 提出了就是一个鲁禄的 这样一个刑法的专有名词 后人呢 一般解释这个鲁禄 就是连代罪行制度的难伤 叫鲁禄 根据后人严实谷的注释呢 鲁禄就是将正犯处死 家属呢 也或处死 或罚为奴隶 由此可见呢 在上古三代的鲁禄 或者罪人遗族 就是连作制的难伤 但是呢 要真正形成连作制 和初步发展 还要在战国到秦汉期间 比如说战国时 秦文公就最早提出了 有三族之罪 族三族 而到了秦孝公呢 也是一人有罪并坐齐家 至于到了秦始皇 所谓的千古一帝 甚至直接规定了 以古飞金族 就如果你要妄议中央 以古飞金 那么你一家人 或者是整个家族人 到时候牵连 而汉代呢 基本上延细的秦制 虽然想改良一下 或者破除一些 秦法的延科 但是呢 他仍然保留的 秦三族的法令 所谓秦三族 就是灭三族 三族 指的是哪三族呢 一般学界认为 三族指的是 父族 母族 妻族 也就是父母 子女 还有兄弟 这就是秦三族 两代以内的 直系亲属 是三族 父母 子女 兄弟 有些人呢 也认为是父母 妻子 和自己的兄弟 关于三族的具体鉴定呢 一般认为 不可能找出一个 适合各个具体 判法案例的 统一的概念 它还是有 比较大的弹性的 但是呢 秦三族这个制度 这个连坐制度 是在秦汉 就已经确定了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呢 他们大体 还是沿袭秦汉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不管是战国秦汉 还是魏晋南北朝 连坐 适用的罪行 一般都是重罪 一般是特指的谋法 判例 煽动颠覆皇帝 这种 一般是有连坐的 这样的严苛的惩罚 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也值得注意的 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在魏晋时期 对妇女重做 有了一些限制 比如说 如果出嫁了 自己的父亲 或者自己在原来的 娘家的亲人 犯了重罪 出嫁的妇女 她不连坐的 还有再包括收养的 如果我是被收养的人 收养我的 直系清除 她有了重罪 我是被收养的人 没有血缘关系 也不连坐 另外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北七时候 形成了所谓的重罪失调 这个重罪失调 形成之后 一般的犯罪 不再实行诸恋 而重罪失调 全部要实行诸恋 重罪失调里面呢 主要还是跟 谋反判例有关 到了隋唐和古代呢 就是中国皇权社会的 法治的完备时期 他们在秦汉和魏晋的制度之上 将连坐的制度 发展到非常完备的地步 总体呢 也走向规范化 关于连坐制度 适用的罪名呢 在唐律中 他集中于谋反 判例 不道等等罪行 而且第一次提出了 十恶的重罪 现在又成语叫 十恶不赦 其实就来自于唐律 所谓的十恶呢 其实是受了 北七的重罪失调的影响 当然呢 唐律中的十恶 也是对秦汉以来 立法的总结 而在隋唐时期呢 也呈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行越重 诸年范围越广 诸灭九族 就是在隋唐时期出现的 在汉代是宜山族 到了隋唐 可以诛灭九族了 所谓九族是什么呢 就是包含 从高祖至玄生的 九个世代 你要是九师同堂的话 那么你就得九族全灭 而且呢 在整个高祖至玄生的 九个世代中 父子母女 妻妾 祖生 兄弟姐妹 均有可能被列入 诸年的范围 想这是不寒而栗呀 不过呢 在隋唐律中 也有一些 对原作的限制 比如还有按照 儒家的经绪原则 就是同情和体恤的原则 他对年纪大的 也有残废的 和有慢性疾病的人 予以宽勉 可能不再适用连作 我们说的历史的长河 继续往下走 到了宋元时期呢 连作制度 基本上是 延期的唐代的律法 不过宋代呢 还增设了一些酷刑 轻的酷刑 比如说赤配 停葬都是宋代的发明 而在北宋中期开始 更有了临时 这种令人非常恐惧的酷刑 临时是在宋代发明的 从北宋中期开始实行 而在南宋呢 甚至被定为了法定的 最高死刑处决方式 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 喜欢欧歌 有宋一代文化灿烂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巅峰 但是呢 实际上在宋代的话 也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临案面 比如说临时这样的酷刑 就起于所谓文化光辉灿烂的北宋 而正式入法呢 是在南宋 这个呢 也让我们对宋代的这种盲目欧歌 要产生一些警惕 像比如我认识一个叫如沟的人 他就会把宋代吹得 我觉得比现在的美丽间还好 所有的东西在宋代都完备了 而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种 做历史研究的好方式 主题先行 从各种产品去证明 宋代牛逼 宋代文明 宋代光辉灿烂 这其实是一种很low的一种做法 那么元代呢 由于他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各地的起义不断 所以他延续了唐宋以来的 对谋反谋判等重罪 逐连族人 逐连家人的酷刑 到了明清 实际上连作制是完全发扬光大了 而且范围更广 罪行也更严酷 而且还有一些 令人匪琐事的一些新鲜的发明 在明清呢 和之前的历代王朝一样 要连作的罪名仍然集中于谋反啊 大力啊 谋判啊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任何一个皇朝统治者 对自己国家政权的安危 是最看重的 所以呢 也将这种反人类的这种连作制 基本上是适用于谋反大力这样的罪名 而明清呢 仍然延续了历代王朝的这种特色 但是呢 他为了加强君主极权 还将有一些 并非是谋反 谋判等等的罪名 也增涉了助脸 比如说 他增涉了奸打 就是官吏犯罪 彭党为奸 交绝内侍等罪 奸党和交绝内侍等罪 也会诸年的 交绝内侍就是说 比如说勾结宫廷的重臣 然后你要干嘛干嘛 还增涉了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的 比如说邪教等罪名 也会诸年 那么呢 在明清时候 他原作的范围 实际上甚至不只是 三族五族九族了 而是实行相关人等 一概罪就罪责的制度 这个连作 像清代的文字域的 这个连作之 令人匪琐斯 一个名死案 庄庭东的名死案 可以杀上千人 这个助理范围 远远不止九族了 而在清代中业后 这种连作之呢 又有新的发展 比如说 在嘉庆六年 就有一个创新啊 他规定 只要是到了 临死这个级别的罪犯 这种重犯的子孙 要真摄一种 特殊的刑法 阉割 就是说 如果你的主任中间 有一个 你的父辈 有一个是被临死了 犯了重罪 那么 你就可能被阉割 被变成司马前 被阉掉 是清嘉庆六年政策的规定 对临死正方的子孙 实施 烟刑 再比如说 道光十一年 还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反抗 在连作的这种制度中 恢复了肉刑 对年满十三岁的幼男 是赤面之刑 而之前呢 赤面之刑 在明清 已经基本上取消了 他主要是在宋代流传 明清我们很难看见 有赤配这个说法 主要是有宋一代 但是呢 在道光十一年 恢复了 对新疆少数民族中的 这样的叛逆者 是赤面之刑 而且呢 明清率还取消了 之前的一些 对连作的限制条款 前面我们讲到 隋代对连作有限制 比如说年老啊 有慢性病啊 或残废人可能宽免 而在明清率中 是取消了的 不管你年纪有多老 不管你有多残废 有多令人同行的 慢性疾病重病 那么如果你的家人犯了重罪 也一样的要连作 所以明清呢 一般也认为 是中国传统皇权社会中 最中央集权 和最专制的这个时期 而对应到连作制呢 也是更加的连科 残库和专制 现在我们可以小结一下呢 所谓的连作呢 它其实更近乎一种原则 当然在这原则之上呢 也形成了一种制度 它的核心呢 是以家族本位的观念为基点 正犯和他相关的亲属 甚至是他的同事和邻居 都要连带受罚 是一项特殊的刑事规则原则 然后在具体出段中呢 他一般是针对谋反 谋略谋判等威胁到了 皇权统治的重大犯罪 对犯罪者本人呢 一般要处于最为酷略的生命性 就是死刑 对他一定范围的亲属 或者同事或者邻居呢 要依据罪犯的 本人的犯罪性质 和他与其家属的亲属远近 分别是以不同的刑罚 所以连作制度呢 是从家族中法观念出发 以不同的亲属关系为半径 确定受刑群体 然后呢 分处不同的亲属层面的主体呢 就接受亲重不同的刑罚处断 从而呢 在中法网络的基础上 勾勒出了一个 与之对应的 残酷的刑罚体系 为什么要连作呢 再顺带多说一句 因为在皇权社会的当政者 他骨子里多少都有一些 对言行 重罚的威慎力的迷恋 他觉得乱世当于重点 或者重罪当于重点 因此呢 尽管罪继无辜的 这个连作的这种刑罚 从一开始就强烈的 反对的声音 知识分子也好 官员内部也好 但是呢 这种刑罚所透出的这种 可能达到的威慎力 仍然是封建皇朝的掌权者 有意无意的 要流露出对他的青睐 所以在整个 我们漫长的皇权社会里 连作制从未被取消 直到晚清民国 近现代的法制改革 才终于取消掉了连作制 而我们在当代呢 知道中国的法律里面 名义上是没有连作制的 那么以现代眼光来看呢 连作制是绝对 反现代法制的 反 rule of law 这种现代法制精神的 因为呢 从西方的古典形式法学派以来 近现代的刑法理论 都主张罪责自负 反对株连 就是一人做十人当 用我们的民间俗话 而用法律书语就是罪责自负 不能够去诸连无辜者 而这种中国的家族本位 罪人以族等观念 来建立的连作制呢 本身就和现代刑法的 罪行法定 罪责自负 排斥诸连的精神 向违背 所以在当代 我们的法律中 已经早就没有这种 比如说要连作 或者援作的 这样的制度 但是呢 在实际的执行中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 也会有轻微的 这种连作 或者援作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还是希望 尽量不要有诸连 不要有连作和援作 因为至于 现代的法制精神 是背道而驰的 也于现代的政治文明 是背道而驰的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期再会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不忙 我还得交代一下 我的资料出处 因为今天讲的 比较专业 所以我参考了 一些专业的文献 也得给听众朋友们 交代一下 我主要参考了 两本书和两篇论文 第一本是来自于 我的偶像 我的好朋友 瞿东竹先生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另一本呢 来自于台湾学者 戴延辉的《中国法治史》 两篇论文呢 一篇是陈喜和江州合作的 中国古代原作制度考验 另一篇呢 来自于王娟女士的论文 原作及相关概念辨析 朋友们感兴趣呢 可以去查到 这两本书和这两篇论文 进一步的阅读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多幸好 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 神族世人 种种色色都有他共吻 我很幸好 我很幸好 小corn 中只得一个 小土圆类 向汽水先知的赞光 我 是什么 是万世沙力当中一方 石头大这么多 我也会喜欢这个我 我很幸幸 万物众生中累落做人 怀着性恨 告诉世界何谓勇敢 我是什么 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 浩涂源泪 向汽水先知的赞歌 我算什么 是万世沙力当中一方 石头大这么多 感激天生 这个 宽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